当播足球快讯 2022年2月15号 暴力班流浪单挑西暴浪 星期二凌晨 英冠继续进行 西暴浪主场 对阵暴力班流浪 两队近方都麻麻 彼此都无必胜对手的绝对信心 今次对女 双方打和都不出奇 西暴浪今季开了个好头 前十轮联赛保持不败 录得六胜四和的戒指 不过在之后 他们表现较为不稳定 只拿过一次连胜 而且只在两连胜而以 球队的延续性略显不足 再者 上轮联赛面对石飞联 西暴浪不但两个波输给对手 中场利费摩牙 更是在在上半场尾段 染红离场 今仗上不了场 缺少了他 西暴浪中场的防守会有一定下降 虽然西暴浪 遭遇联赛三连败 但幸好暴力搬流浪 近况同样不多好 后者亦三轮联赛不胜 而且今季客场 没太多两眼的表现 由此可见 西暴浪今次力保主场不失 难度不大 暴力搬流浪今季整体发挥 要比主队要好不少 积分接近多双位数 前者目前排在前列位置 不过在经过 由十一月上旬至一月中旬 超过两个月的连续多轮联赛不败之后 暴力搬流浪 近期状态下滑明显 上轮两个波 不迪诺定咸森林后 暴力搬流浪 遭遇两连败打击 更为不利的是 暴力搬流浪进攻受到极大阻阻 连续三仗未能入波 奔比列顿 同森加拉查等一众攻击手集体雅火 令人失望 今次出政 暴力搬流浪 能够全身而退 就算完成任务 在阵容方面 后卫列尼汉停赛受罚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讯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 的赛前分析 赛后报告 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